一年就机命,脱棉水难 江船在江苏渡溪县西门外南西 有一位老实的无姓乡名 他坐船前往探访清漆时 发生了一件很玄奇的有关救机救济的故事 呵呵,终于到了 哎呀,兄弟,好久不见了,进来可好 托您的福,一切都好 这次我是专门来拜访您的 呵呵 难得相聚,我去厨房准备上好的韭菜 咱们吃个痛快 不用客气了,随便弄弄就好 奇怪,他在忙些什么 大哥,等一下,请不要这样 你看看,这可是正宗的放山鸡哦 保证好吃 你进去歇着,杀鸡的活儿,我一个人就够了 不是啦,这只鸡 这只鸡,我想 哦,你放心 这只鸡是我亲自饲养的 绝对没有禽流感 而且,现杀现煮,味道一级棒 这只母鸡又肥又大 不管是烧酒鸡,三杯鸡,麻酒鸡,盐肤鸡 还是做土小鸡都很鲜美爽口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你不想吃鸡肉吗 因为我前一阵子已经发愿吃灾念佛了 还请大哥放了这只鸡吧 哦,原来如此 几年不见,你竟有如此的改变 那我就煮一些好吃的素菜 咱们俩照样吃个过瘾 以大哥的手艺,哪一次我不是吃个金光 这位乡民在亲戚家非常尽兴 历日上午,一一顾舍辞别返家 归途之中正准备搭船过江 他登上船之后 河岸上忽然有一位白发老翁大声呼叫 忍一下,忍一下 老人家,您也要过江吗 不是的,你的船上有一位姓吴的吴锡人 他换了情流感 千万不能让他搭船啊 否则 要是哦,实际你没良心要跟我们台试啊 对啊,真不要脸 老先生,您无凭无据,可不能乱说话哦 哦,关来都是你 我们不要跟你同船啦,快管出去 不是这样的啦,请你们听我解释 哎哟 有话好说嘛,我搭下一班船就是了 哼,你这个骗子,没有人愿意渡你的 这,这简直是 老先生,我跟您无冤无仇的,您何苦 咦,他忙着急逗递啊 这老头手脚真快 好诡异的怪风啊 哎呀,我的甲管呢 搞什么鬼啊 幸好没被别人看见 不然,待会又有人要说 兔子不能搭船,我就回不了家了 啦啦啦啦啦、 sanctuary 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 哇咱 remarkable 搞成这样 这船程 pazit出nler 快来人呐睡泄啊 快来人呐睡泄啊 没想到一阵莫名的墙风将渡船吹垮 全船覆没 船上的人都溺死了 无一性 后来的人都传说 无性相名 因为救了一只鸡的命 才能死里逃生免于劫难 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 生命是无常的 只有时时刻刻心存善念 才能累积更大的福报 即使他只是一只鸡 心中爱临一切众生者 能成就许多功德 要慈敏一切 因为所有众生都对慈悲有感受